贾老师讲故事 观众大人,大家好,我是贾老师 今一个节目,我讲讲王阳们的故事第一是三集 《王门天涯》 明正的年轻的成统过 王阳们因为当日太根了解 比变为规则浪斩一阵 王阳们虽然但人家是正的平革并不足 而黑人就相当于原政府早得所的首长 是没有平静的办事员 离开经营一路走连走 王阳们发现生了一日有年更劳 结果你可能是留情来因此一个此刻 决定想办法要把头的关键弥补 当这个人光已经是天国日子 人家天然都 王阳们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了建养港边 天员一让这干嘛 我们把两次结明是在地 然而当让一时日先也好个上人往东而开 等到此刻这道港帮边 老找一见王阳们的恩子 这某某不太汹涌的建养港 认定王阳们已经得干净时 就导致这民事等王阳们的义务 匆匆返政府们开截 而你晓得一不遗免一不遗痴 上人刚刚到这些就搬在了地方 而那之间把王阳们挂到了福建 王阳们等了的 一个人在这茫茫的福建山区 年轻天色慢慢运了这些 就到路旁边一种日元节奏 但是被偶尔拒绝 王阳们就好积着建议 终于找到了一种非其个小庙 靠着空着就困 一千千功夫就进入了梦乡 而你晓得 他竟然是一个富有 到日本呀 哪里不知道个老夫为真理着 听到有年建议了给个口 为之之狼 没等个大脚 但是始终来不见着精打电 第一次天蒙蒙呀 跟着志愿个侯长 聊天王阳们 肯定已经被老夫缺便着 于是狗的小庙 正被去王阳们社生打了个报告 见到王阳们完困的不得里 侯长你连着 一个人来肯定是普通人 否则在各位身处富有 而言人无言人 偶尔联蒙焦醒王阳们 要亲家到志愿训息 志愿里得来 为了个老道子 居然是二十年前 王阳们新婚之家 在年长特殊公里 帮着个跟个道子 王阳们相给介绍了 几个个赵女 以及为了几个元道个丹顺 老道子我这 龙儿里唯有亲人来年 万一留情可能个老典 万能个几颜邦 这怎么变人 于是王阳们决定 志愿见往龙长 观众朋友 这位王阳们个故事先讲得到 我这节目 讲第一次世界 龙长舞蹈 家家各位 请不吝点赞订阅